100个学习施战问题 如果你有问题 提问的方法在说明区 我们来看一看这位观众的问题 TTK说 来不及准备四等的国考 寒寿看完只剩四个月 而且有两颗是深润 他准备的是法警的四等 怎么办 其实他的问题总结一句话 就是他看完寒寿只剩下四个月 那么我有三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就是播放加速 这是什么样的意思 我们在看寒寿的时候 寒寿的内容当中 他都是录好的嘛 老师已经提前上课都录好的录影 你只要去点进去去看 看的过程当中 有些老师讲话很慢 有些老师讲话比较快 就可以因应你个人的状况 去调整1.5倍 或者两倍数的速度去听课 就可以节省掉很多的时间 第二个部分呢 叫做提前预习 陈鲁刚刚说的 如果我们寒寿已经是录好的 那我们就一定会知道它的进度 所以你收到内容的时候 他会告诉你 这是这一堂第几页到第几页的内容 你就可以提前在上课之前先预习 预习到不熟悉的内容的时候 你可以做记号 做完记号 你在正式听讲的时候 你就会特别认真听 你听不懂的部分 自己看不懂的部分 再来你上完的时候要做复习 尤其你睡前一定要把今天上的寒寿 做过完整的复习 这样子这个记忆 跟你所理解的内容 才可以深刻的刻在你的脑子里 可以提到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深论题的问题 其实这个部分 他还少问了一个叫选择题 其实我们把它统称就叫做考古题 考古题的部分 第一个建议就是上完就写 你讲了上课的预习 复习跟加速这个三个重点 上完上来写题目 写选择题写深论题 在写的过程 你才会遇到问题 你才知道问题要去哪里 找出答案 答案的过程呢 上网去查询 甚至你去上YouTube 去看一下别人怎么去 说明这样的内容 跟你去上的课 老师的差异性 各种的说法之后 你就会得到一个 你自己的见解 你就会对这个知识 有更进一步的理解了 这个步骤也就是最重要的 叫做即时同步 把刚刚我们所有讲的内容呢 把它同步在一起 你就会发现 你读完了寒寿 在寒寿的前 中 后 你都做到了 预习 复习 写题目 然后并且把时间节省 因为你把速度调快了嘛 调快了之后 你节省的时间 就来做这些事情 所有的事情都是同步的状态 你就不会发生 你读了那么多的时间 听完了寒寿 只剩下四个月 要准备的一个窘境 你是同步跟着寒寿 同步学了三遍 这些内容 你又做了深论题 做了选择题 这些东西就会跟着你 那你就可以达到一个 即时同步的一个状态 那么如果你想要找 Yellow做进一步的学习 就请你参看 这一个表格 那么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